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了 我跟你说 有的提供还加 超方便的 而且还可以选择最优惠的卡片使用 收 收 再收 再收 好 再过来 不好意思 你是 一起收 一 下载APP 二 拍下信用卡 三 选择卡片 第一付款 其实在2012年 Sony Mobile 我们推出了 在2012年我们推出的第一支旗舰 即叫做Xperia S 这支手机 它本身有个非常独特的设计 就是它在腰身的地方有的透明感 同时它又有很高的相机 同时 同时 我们也把它送入一个 新的一个想法 NFC 可以自己放进来 我们放入NFC 不只是单纯的NFC 我们在放入NFC的时候 即使收 你把它自己对 行动生活 NFC连结的部分 我们希望消费者 透过很简单的一个 One Touch的想法 就可以把手机 你的音乐 来拿到你的NFC 配置得满样的发布 或者是很简单 一个One Touch 你就把手机 你的萤幕 影片 投射到电视上面去 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个One Touch 你可以把你手机 你的资料 跟别人做个分享 以及2012年开始 我们就已经提倡了 One Touch 去陪你们这件事情 所以从2012年之后的手机 其实我们Sony Mobile 就一直有在做 MASTER它这些相关的认证 那Sony Mobile在 像刚才潘总盈有介绍到 前面开始 其实有看SIMBAD 这样的一个新链 而到了最近 其实是HCM 那我想不管是哪一种 系续Sony Mobile 这些手机 是另外的新链 那这些 不管是SIMBAD 可以看到客人的相关区 要安全的交通 在自己发现 或者是接下来 我们要跟 台湾系统区 或者做的 就是这样子 要把相关的讯息 或相关的资讯 影响应 操控带的地方 让Sony Mobile的 这些地方 可以去到这些新链 那接下来呢 就想我们刚才有提到 从后 其实是2012年的手机 买了 但是2012年的手机 完全没有升到 所以这些 所以有新链巴列 那到2013年开始 到2016年 除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我们Z系列 X系列以外 其实像中间的这些手机 其实我们手机 都有拿去做过MASTER 跟VISA卡的认证 所以它是可以完全支援HC 这样子一个功能的 那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8款Xperia的手机 可以去使用 那在目前我们自己 内部调查的周围 马上就有200万的使用者 可以马上去使用 PWR的假这样子 那最后我想 很快的介绍一下 就是你会过一个 很简单的研究 第一个就是下载 AV 然后把MASTER 然后就 就被寄出 那这两天 其实有上礼拜才是在吃 那我觉得这个 唯一很方便的是 如果出门的时候 就真的只有带 手机 跟 跟 手机 跟 直到我昨天 我就去看我的交易经历 都发现 以前这个花钱的方式 会比 一千进来得快的多余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我目前 今天早上我最大的conference 是这一件事情 最其他这很方便 像我今天早上 找完的时候 买一个 下午 去买一个 晚上小朋友说 家里面没有危险室 就 我去买一下 回到家的话 已经30笔的交易记录 所以我觉得这个 市场还蛮方便 而且吃院的地方 其实也还蛮多的 那想接下来 在SonyMobile的部分 我们会透过 我们SonyC 内建的一个APP 叫做HBL 好 那我们会把这样的 相关的资料放置 直接放入我们的200块 的团队 那这样可以马上 可以去买一个 这样的关键 在旁边 在旁边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 的放置